今天过敏源可以有多离谱的话题上了热搜 无数网友在评论区回复了自己的惨痛过敏史 有人是对水垢铁锈过敏 有人对大米饭过敏 有人对烤乳哥过敏 还有人对窗口贴上的胶布过敏 那么过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过敏指的是人体对一些无害的物质进行攻击和消灭的过度反应 通常会引起皮肤的红肿 眼睛的肿胀 恶心 呼吸困难 等等全身症状 全球大约有22%到25%的人患有过过敏性的疾病 如过敏性的皮炎 过敏性的鼻炎 过敏性的结膜炎 过敏性的肺炎 过敏性哮喘等等 有一些过敏情况是可以通过治疗来得到缓解的 但也有一些过敏是终身的 需要非常注意 否则会危及到生命 这取决于过敏发生的时间段是否是免疫系统成熟期 如果遇到过敏情况应该前往医院进行诊治 如果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 比如说胸闷呼吸困难等等情况 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以免发生危险 我是徐医生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